柬埔寨开口了 只要了两艘056 云阳海军基地这件事 中国给越南好好地上了一课 大家好 就在中国原舰的柬埔寨 得从湖南运河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 中国原舰的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 也传来了好消息 据柬埔寨国防部证实 中国再次提供了两艘军舰 有传闻说是两艘056已经准备完毕 随时可以南下进驻云阳基地 这个消息恐怕又要让那些 关注云阳基地的西方媒体集体做防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云阳基地本来就驻扎着两艘056会卫舰 用于培训柬埔寨的海军士兵 西方媒体带着美国政府的政治任务 三分五次的炒作过这两艘056 是所谓海外驻军 以此想向中国以及柬埔寨施压 逼着两艘056离开云阳海军基地 结果西方媒体非单 没能完成美国给的政治任务 反而又等来了两艘056 恐怕接下来又是一阵恼羞成怒的炒作了 但正所谓深圳不怕影子鞋 咱们是帮简佛在加强海军队伍建设的 主打一个问心无愧 任由他西方媒体说破了天 咱们都不可能迫于舆论压力 而结束对简佛在的帮助 日后这云阳基地 恐怕就要有四艘056了 这个规模放在东南亚也属于是顶配了 别看056吨位不大 只是护卫舰的水平 但是从高性能雷达到防空导弹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放在很多国家 那可都是海军旗舰的水平 整个东南亚能和056比一间的军舰 也是寥寥无几的 不得不说 咱们在这路是越走越宽 有了海军基地 转手又有了几艘056 有人说啊 这056白白送给简佛寨 是不是有些亏了呢 说实话 从账面上来看 肯定是亏的 但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056可以载造 可云阳海军基地 就只有一个 别的不说啊 这云阳海军基地 距离得从湖南运河 并不远 四艘056往那里一摆 谁还敢来找这运河工程的麻烦呢 等到德从湖南运河建好了 与云阳海军基地 双管齐下 天不再就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 在东南亚的活招牌 和重要的支点 但在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 这件事也算是给越南上了一课 作为中国的邻国 越南海陆都跟中国接壤 在政治经济文化上 更是应该与中国有着解不开的缘分 按道理来说 越南本应该因此获益的 成为一带一路倡议 金砖国家等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 进入东南亚的桥头堡 但是现实是 越南对中国抛出的橄榄枝 爱达不理的 反而跑去寻求美国的投资 或者日本的投资 几次接触下来 不仅升级了美业双方外交关系 更是让美国的航母开进了锦缆湾 严重影响了 我们中国对中越关系的战略评估 所以我们中国最终选择向发展的机遇 送给更加认同中国的远不在 在德从复南运河开工之后 越南他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领导人才开始轮番访华 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说实话 东南亚与中国本来是搬不走的邻居 却跟美国玩什么地缘博弈的那一套 踏踏实实的合作 有钱大家一起赚 不好吗 我们中国曾经给过越南很多次机会 在越南 他不是选择日本 就是选美国 碰了一鼻子灰 才回头再来找我们中国 事实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